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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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了 有警告 走 胡说 这不是震灾 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你听 什么声音 枪声 你能听出来从哪儿传播的吗 保安团三营 大老 我实话告诉你 我的人马正在三营清洗赤党 你发展的那三个赤党 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 想在我的三营搞什么暴动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我的人马马上就过来 你现在是梦中之路 你如果聪明的话 还是尽快放了我 你还挺乐观吗 我讲了 你知道你其实劫持我一个人一点意义都没有 只能显示你的匹肤之勇 说明你已经潜蜜即穷 只能铤而走险了 大老儿 但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梅林大人 不好了 三营那些家伙真的要暴动了 已经包围了这里 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顶住 给我顶住啊 顶住 给我顶住 主帝 这儿有没有后门啊 没有 没有 不过那边有个狗洞 狗洞 带我走啊 走 回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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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闪开 你 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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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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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能坚持住吗 没事 你们要是再晚了一会儿 我就把你给卖了 好 叔 萨姆腾和阿尔卉伟都已经跑了 现在整个营房有我们控制 好 这样 跟那几个弟兄前往苏阿姆 你们几个收拾一下 把老爷给烧了 走 我跑不多了 你快去抱歇 来 皇团的急提前来 能让田队长 马上带人马去接营 喝 这是咱们一样的增格 没错 魏林大人 出什么事了 三营里面怎么火光冲天 三营那边有人造反了 我们差点死在那里 你可算过来了 什么 造反 不要提了 三营里面我们都要偷把路 都暴动了 那桑街团长呢 在苏王府啊 刚才造反那帮人 已经去了苏王府 都不好把苏王府给占领了 团长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了 弟兄们 等我重进王府 救团长 老公跟我走 走 快走 快走 咱们带走 咱们带走 你就留下 沈亚跟我走 你听到了吧 我没有骗你的 我的人马马上就要到 不过我最后还是想 让他劝 escrito 只要你不跟在共产党Study 脱离大陆我们还是选拟 你跟着日本人屁股后面跑 现在让我跟着你 你想得很美 我没有跟日本人屁股后面跑 我跟田中在一起只是权宜之间 冲击王虎 消灭魂魏 把我们团杆揪出来 这火力太猛了 让我们去撤面 好 对 发给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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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那个奸细干呢 发跟大叔一定是带回来 关于起义的重要消息 所以说这个奸细才会杀了他 会是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不是苏王府 就是保安团三营出现了什么状况 队长 会不会是起义提前了 塔拉上把根大叔回来送信 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得马上行动了 对 田队长 罗里面 田队长 赵队长 赵队长 大宝哥 保安团的人马正在攻打苏王府呢 什么 集合动物 马上去苏王府 是 带我一起去吧 你个丫头家 子弹又不张眼睛 可你们对苏王府并不熟悉 你们知道我阿爸恶王住在哪个屋子吗 苏王爷住在哪个屋子 塔拉被关在何处 可这些我都清楚 队长 罗里面哥哥说得对啊 现在咱们对苏王府的情况不了解 哥哥确实能帮上忙啊 秀菊 在 你跟着秀菊 别乱跑 我把哥哥交给你 一定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啥 你把他交给我 是 回来 你给我听好了 队长的话就是命令 你必须执行 哥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拿你试分 这些命令 还等什么 走啊 等等 给 拿着 防身用 谢了 给我上 干嘛 干嘛 走 走 干嘛 干什么呢 干嘛 干什么呢 走 干嘛 走 走 这边 走 苏王爷 你是什么人 我叫图图 我是八路军游击队的队员 我是奉命前来侧应的 桑姐大少爷保安团的两个营 已经把王府包围了 我们得守着这里 等待游击队大部队的到来 苏王爷 您先待在这里 我先去把恶王救出来 我听你们的 苏王爷 您自由了 不过眼下还是非常危险 桑姐已经控制了保安团的两个营 现在正在攻打苏王 你不是桑姐的贴身护卫吗 是 不过 其实我是邮机队派在桑姐身边的卧底 我们已经顺利策划了三营的起义 那太好了 我得谢谢你们 不然今天这个场面 不知该如何收场 现在这个场面 谁也不知道怎么收场 您现在在这儿等着 长生天会保佑我们的 走 走 谭老大哥 王府里所有的岗上和警卫 都已经被我们拿下了 苏王 饿王 他们现在很安全 那为什么枪声越来越激烈 那是森阁 他带着保安团的 依依地打了回来 找两个弟兄 看着他 给我来 好 不动 森阁不是带着义营 去无神奇了吗 这小子神出鬼魔的 不知道臭什么风又返回来了 他们的部队 把我们一部分人 拦在老林那边 只要二十几个弟兄过来 只要我们能守住皇府 不让他们进来 我们的队伍很快就会难到 王府里的人听着 你们 赶快把三姐团队放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要学习王府 你说巴根大叔应该已经把信送到了 现在还没过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会 他办事稳妥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策法保安团的事情 桑姐怎么知道 难道我们当中有内奸 这个内奸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狡猾呀 这次是 他们的事情 不能说 还没有说 你不许可 你不许可 你不能说 你不是说 你不许可 你不许可 我许可 你不许可 他 你不许可 咱们一定要坐下来 好好地谈一谈 咱们现在就该好好谈 恶盟长也在对付 咱们应该好好商量一下 怎么对付延下的局势 好 请恶王到客厅去谈 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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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越急越出乱子 这不需要你 难道我帮你一点忙 就是给你添乱吗 你的出现就是添乱 我哪儿妨碍你了 不知道 反正我不喜欢你 说句良心话我也不喜欢你 你还记得吗 那次我救了塔拉 你却骗了我 谎称你是他的亲妹妹 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我跟塔拉哥从小一起长大 就如同亲兄妹一样 这咋能叫骗呢 可你们并不是亲兄妹 懒 懒得力 你把我这药都整乱了 行了 那我不管了 停 二位王爷 森阁带着保安团一营 已经把王府给包护了 看样子 如果不把桑杰放了 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二位王 森阁是你的手下 你赶紧出去 让他把兵撤了 森阁自从跟了桑杰之后 他不听我的话了 二位王 您是保安团的司令 他们敢不听你的话 什么司令啊 他只是个空头衔 其实 保安团一直控制在桑杰手里 只要你再坚持一阵子 等八路军游击队赶到 到时候 王府自会结尾 恐怕还没等你们的军队赶到 王府已经被他们攻破了 不是啊 他们都已经开门了 兄弟们子弹都要打光了 保安团那伙家伙 把王府的墙炸了个窟窿 我们快守不住了 他们要的是桑杰 我看 不如把桑杰交出去 以解王府之为 好了你说呢 不行 桑杰不能交给他们 我还没有和他做最后的了断 苏王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你儿子啊 不 不是我的儿子 我还没有和他做最后的了断 我还没有和他做最后的了断 不管怎么说 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他这样的儿子 不要说气话嘛 苏王 你的身体还没有全好 扎萨克齐全凭他支撑着呢 我已经收回了他手中的扎萨克大印 真的吗 为什么 我以后会告诉你 从现在起 你就往后他再也不是扎萨克了 苏王 苏王说得很大 如果我们不放桑杰 万一把安团攻进来 那更加是麻烦的 是啊 我看 我们还是和他们谈判吧 苏王 你来跟桑杰谈谈 说心里话 我这辈子 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不过既然你已经说了 那我就去跟他谈谈 桑杰 你陪我一块去好吗 我要当着他的面 把有些话跟他说清楚 好吧 苏王 我跟你过去 我和苏王还有恶王商量好 打算把你给放了 我的人马要打进王府 你们害怕了吧 放你出去 是有条件的 第一 你躺着出去 把你的尸体像扔死狗一样 扔出去 第二呢 站着出去 但是有条件 你选哪一种 我不相信你们敢真的杀我 桑杰拜见苏王 看来有些话还得你倾肯跟他说 桑杰 你跟我叫了二十多年的阿爸 我也把你当做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你说 我对你怎么样 恩终如山 在我没有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前 在我没有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前 我对你的爱 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 就是现在 当我知道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可我依然 为你狠把些心来 如果你还真的知道我 存着这份感情 你就应该现在走出王府 让你的手下 给他离开苏王府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 好 好 我答应你 还有一件事 我要当着你们两个人的面说清楚 你过去所做的一切 我不再追究 可是从现在起 你我之间 再也没有父子关系 他 是我的亲生儿子 他有权继承扎萨扎克 这次的 他就跟他有权继扎克 他就在于是他 他在牵手中有权继扎克 他就会有权继扎克 他就会有权继扎克 我让兄弟们守住 检业子弹 他们的子弹快打完了 让他们冲上去 好 进去呗 凌方冲 冲 冲 打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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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弟兄们 我是你们的团长桑杰 停止开枪 别开枪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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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你放了 他们放我 是为了想让你们撤冰 弟兄们 撤 不能撤 这王府的主人 可是我 不能换任何人 继续攻打 继续攻打 对 马上进攻 给我上 给我打 谭完歌 王爷 桑杰那家伙出二三了 刚一出去就要把案团 重新攻打王府 桑杰怎么会这样 四位 您手里有多少人 武器兵护卫 再加上加农火机 二十多人吧 好 马上组织起来 让他们一起保卫王府 好 我去布置 我们也走 弟兄们 给我冲上去杀个片架不了 哥 兄弟们 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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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马路军营军队来啊 是 你见到未婚夫下不了神了吧 就你这样还能不给我们添乱吗 不就是你救了我一命 我会还你的 我真是没想到 诺莉马跟游击队交到一起了 我把它收回 团长 他们的武士太猛了 好汉不吃眼见亏 我们撤吧 撤 好了 你这样怎么样 你们可来了正是时候啊 再晚来一步 我们可就全军覆没了 队长 队长 保安团团把家伙逃跑了 要不要追 不要了 所以他们去吧 队安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吗 我没事 你怎么会跟田队长他们在一块 本来我阿爸已经把我送走了 可是在回乌省齐的路上 我突然感觉到可能会出事 所以我就赶了回来 那会儿萨姆团的保安团 已经包围住了王府 多亏了格格来帮事啊 要不然 这桑杰就得逞了 我真应该谢谢你 你帮了我太多 不 是帮了我们大家的忙 塔拉哥 你怎么样 你让我担心死了 这段时间是不是受了很多苦啊 苦倒是没什么 受再多苦 也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揭穿桑杰的离间计 多亏这里图图 做了不少的工作 还有格格 总是在我们危险的时候 为我们化险为一 格格 你快去看看你的父母吧 他为此受了不少的苦 没想到 你对那位格格倒是挺关心的 你们俩在王府里没少接触吧 这丫头 没想到你这个妹妹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看来她对塔拉是动真格的了 罗王爷 您看谁来了 四王爷 阿爸 让你们受惊了 我的好女儿 你怎么回来了 我走了 但是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所以我又回来了 是你把田队长他们找来的吗 是的 你们父女俩慢慢戏 我去看看田队长 我真没想到 桑杰是个这样的人 我的眼睛让狗屎给糊住了 我真不敢相信他 女儿 你是对的 等静下来 我亲自去找苏王 请求他撤销你们之间的婚约 这不这都一样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爱过他 他也没有真正地爱过我 我们之间的婚约 只不过是两个王府之间的联姻 老爸 现在你明白桑杰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好 一直以来 我是怕你被他的伪善所欺骗 我明白了 北王 苏王 向巴鲁啾啾一队行礼了 不敢哪 是因为苏王的及时赶到 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应该由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再说了 如果没有诺丽玛格格及时向我们传递情报 我们还不知道事态 已经发展到这么危险的地步 因为赶回去传递情报的巴根大叔 被人杀死在了我们的营地附近 你说什么 巴根大叔他被人杀了 是的 可能是我们那部奸细所为 那个奸细是谁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 巴根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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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不好 每当照顾好 我一定会抓住这个奸细来祭奠你的 巴根大叔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别难过吧 巴根大叔是好样的 我一定想方设法 抓住这个奸细 发展示开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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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进来这么地步 阿兰 塔拉 我都听说了 他的一位大叔被人杀了 是我们的巴根大叔 跟塔拉的父亲 屋里姬大叔 一起搞毒龟龙的兄弟 塔拉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你应该记爱啊 我父亲屋里姬早来以后 巴根大叔 又像我的亲妈妈姨 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就这样理他 扔下了他的妻子 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 怎么会这样 就是为什么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你 你怎么 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想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找一个地方 哭上一会儿 好 你啊 今天我苏王府可真是劫后余生啊 要不是八路军的骑兵队及时赶到 恐怕我苏王府已经被保安团的混账们给学习了 我叫子无方 桑姐给我丢脸了 好 我这第一杯酒就要进八路军的游击队 谢死我 趁着大家都在这儿 我今天要宣布一件事 我要宣布的是 但是桑姐不是我的亲儿子 我的亲儿子是 是他了 他才是我的亲生儿子 苏王爷 我不信 为了证实我刚才所说的话 我今天要请上一个人来 把他老人家请上来吧 苏王爷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是苏王派人接我过来的 二夫妻 你你说说吧 二十年前我生了个男孩子 那孩子突然没亲 你是桃管家帮我把那婴儿 把满达的儿子调房了 把满达的儿子调房了 留下的那孩子就是桑姐 抱着的那个催死的婴儿 就是他 男孩子 和见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对吗 这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他们说的是真的 他们 原谅我情 没有告诉你这个秘密 想你隐瞒了二十多年 可 你不是恶吉的亲生儿子 不 你是苏王 和二父亲的孩子 你现在可明白了吧 恶吉为什么一直叮嘱你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要伤害苏王 因为 她是你的亲阿爸 不 秦明浅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我是穷空里的孩子 而苏王 是大光贵人 阿杰 我身体里的血液 不可能是跟她一样的 这件事情啊 没有什么可以支持庆祝的 她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但是时间长了 她会接纳苏王爷的 诸位 为了苏王爷 找回自己亲生的儿子 干杯 苏王爷 苏王府有这么大的喜事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兄弟是不擒自来呀 为苏王爷 驱逐逆子 找回自己的亲儿子 我敬您一杯 兄弟给你们带来一个喜讯 是有关成林的喜讯 有关成林的喜讯 是什么啊 我们一盟党部 刚才接到了中央的来电 为了保证成林的安全 不使其落入日本人手中 中央做出决定 将成林西迁 迁至甘肃省兴隆山 这都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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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事啊 咋会这样呢 什么意思 好好好好好 请大家安静 目前最要紧的是 我们如何同心协力 要保护好成林 让他不被日本人劫走 兄弟我就是来 想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情 成林东迁有违组制 但是成林迁往黄河以西 也同样有违组制 可事到如今 八百事供奉于此 也很难保证其安全 苏王说得对啊 政府这么安排 仅仅是个临时行为 等哪一天 我们把日本鬼子 从这儿赶走 这八百事 还会重新回到他的胜地 这下好了 不会再患得患失了 总该死心塌地地 跟着我干了吧 我真的应该杀了他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杀他也为时不晚 现在 纵虎归山 在想抓他谈何容易 别忘了 在他的身边 还有我们的老柴呢 你那个老柴 打算留到什么时候用啊 好刚要用在刀日上 我已经发出了密杀令 今天夜里 他就会司机动手 杀了塔拉 你说的是真的 对 密杀令已经发出去了 只要老柴能够得手 打来一死 游击队就会乱作一团 无暇顾忌成岭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迅速牵领 我希望你们能成功 你从扎萨克去 带出多少人马 保安团三个营 现在只有一个营完好无损 一个营兵满足够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出发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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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的事情会是这样 但你不应该当众伤你父王的心 他想认你这个儿子 毕竟是好意啊 可我不属于这儿 我属于草原 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可你无法选择你的出身 我的出身他们已经帮我选择了 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从这儿抱走 现在却假惺惺地来认我这个儿子 让人把你抱走的不是你父王 他并不知道实情 谁知道的 反正我恨这个地方 你们汪府的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那我呢 我也是王爷的女儿 我也不是好人吗 不 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那么多了 那是王爷爷 哇 是不是 是王爷爷 感谢观看